一点电都不发了 不发了 现在还完了 盗档都挂不上了 可以吧 推不上去 推不上去 现在是电 连挂档的执行电机都带动不了了 刚才还能挂个前进档 我刚在路怎么挂盗档的 能行吗 再打 再打一下 把电瓶搭上还得 搭上让我挂上盗档 现在盗档挂不上 现在盗档挂不上 没电 打着了吗 打着了 不发电吗 不发电可能就没啥 转向助力也没了 你看一打转向 这家伙这个仪表就灭了 又前进档没有 刚才刚挂上前进档 走一点 然后我准备倒上去 一挂没反应了 然后前进档也挂不上了 执行电机带不动了 电带不动它 你把电瓶加上吧 他拿去了 电瓶放在上面 这车咋回事啊 昨天换个节温器盖 还换完之后 这是个粉丝开过来的 第一次来换完之后就走了 因为节温器盖漏水嘛 然后刚早上下午给我打电话 说发电机灯亮了 因为那节温器盖在那发电机底下呢 我怀疑有可能是小李凍着了 我问他 他说没动啊 最后来了 来了之后一梁不发电 拿着锤子 我就嘎敲了一下发电机 吞一下发电了 你说瞧不瞧 就等咱修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他妈修完就不发电了 好现在有电了 电瓶一加上 你看了吗 仪表瞬间不一样了 现在唯独就一个发电机的故障灯亮 对 你是开着扔到路上了 扔到路上了 然后就要拖车拖过来了 对 我昨天还能拖二三十公里 那 我说我 那你啥时候灯亮了 昨天咱不是拿锤子敲完之后 它好使了吗 关键是我把你那招学会了 我也敲了一下好使了 结果我就放心开出去了 再敲第二回 再敲再敲 再敲也不管用了 也不管用了 所以我就 我就干脆交错 我知道我 我弄不了了 那玩意不能老凑合 这玩意天天拿水 我万一哪天走个五十公里 我回 回都回不来了 我料高速上我咋拖 你说这他妈的太吵了 我他妈画的 刚换完那盖子他他妈就坏了 是啊 是啊 我就觉得 但是有时候偶尔报警 人还不甘心 觉得他还有点寿命 再用用再说 对 结果呢 因为坏事了 还不如昨天就干完 算了 算了 对 今天就是很大的事 这几事没办成 又不要回来 哎 当务事 让人错过不了 对 对 一报警就得感参难 昨天我拿锤子挑完回去一路都没亮 是的 是的 而且我今天开出来了 也没亮 也没亮 结果 呃 停了一下 然后又打火之后 亮了 我亮了我就学你嘛 我拿了拿了个锤子挑挑哎 还挺凉 又挑好了 好了 我又大意了等我再吸火再打 快了打不着了 打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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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觉得 对 挑不好了已经 对 你说什么碳刷给磨毛了 磨没了 磨没了是吧 一会儿把发电机拿来咱们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啊啊啊 这里头已经 对 嗯 拿了拆开一看就明白啥问题了 二方磨磨了 这意思就是说 他和打火次数有关系 没跟打火次数没关系 也没关系啊 对 和运行的距离 对运行的距离也有关系 因为他一直在发电 和他发电机的本身那个 嗯 就那个磨碳刷那个周程也有关系 知道吧 嗯 那个周头的话 跟碳刷磨它那个地方 如果说他那个周头 他会有点茅差 嗯 他会把碳刷刷得特别快 哦 你比方说正常的 他没有茅差的情况呀 嗯 非常光滑 碳刷在上面跟他吻合着摩擦 那你说为啥 他 他会产生 不光滑的现成 再玩说不好 跟他只能说 啊 市场有可能东西稍微的瑕疵 哦 或者什么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生产出来 本身就是有点瑕疵 有点瑕疵 或者什么 所以影响他的寿命 对 他因为他不光滑 所以说 碳刷给摸摸 同一批的东西 他都不可能同样的质量 就是这么个东西 现在装好了 把这个 大线搭上 打招车 试一下 打招 量一下看多少个 对 那块啊 那块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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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点多 没问题 十四点多更好 对 咱昨天凉了这边可能才十十几 十二嘛 昨天不发电的时候啊 嗯 不发电的时候是十一个多将近十二 十一个 它就是电瓶里头的电 对 嗯 找个十分钟左右我就充满了 你说我这个十点多啊 十分钟 就能充满了 对 现在 旧的已经拆掉了啊 把新的给装上 支付宝道挣五百元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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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吃点了 你看你客气的 我还没给你儿子买点啥 小时简单 真的认识是缘 对 真感谢你的 没事 以后有个毛病 你给我帮忙 有啥问题 你给我帮忙 或者打电话 真的 真的 没事 没事没事 太客气 行 有事打电话 嗯 好 慢点啊 走吧 嗯 行 慢点啊 有事打电话啊 嗯 拜拜 慢点啊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车轮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车和现在所驾驶人 是跟我师出同门 哎 不是说师出同门 同样都是干修车的 只不过他现在跳出坑了 不干了人家 现在他这个车是什么情况 他在昨儿啊 在高速上 这车到现在为止 总共他跑了15万 昨天在高速上啊 15万他说他没换过刹刹片 但是呢 打开 当时回来之后 打开右侧的轮子啊 拆掉以后 刹刹片啊 还都是正常的 然后左边打开以后 左边的片没了 是刹车分泵和刹车盘生磨着呢啊 然后他说他是修车的 你在别的地方保养 他也没给你检查过 我保养啥我都不太保养 你就没保养过 我发现问题我自己处理 太豪横了啊 跟我一样豪横 我这也是自己的车从来没保养过 只管加机油 直到发动机废了为止 就开始修 修完接着开 哪 反正就是不保养 他这边的刹刹盘看着还都可以啊 但是钩槽大了 刹刹片是没换过 但是这边的片还有三分之一呢 所以说那边磨的还是比较快的 是什么原因呢 只能是分泵的问题 磨的太快了 导致啊 你看现在这个他这个分泵啊 直接就是跟盘生拉的 拉了一个沟槽 然后那个就是铁磨铁 刹车片磨的那个铁片都已经没了 然后又继续磨分泵 刹车片的这个铁片啊这么厚 你想给它磨断了 直接崩出去了 你能想象他在高速上那么快的速度 铁磨铁 瞬间他磨的有多快 发热发红直接断裂掉出去了 所以导致分泵一直磨擦着刹刹盘 多么来劲 这是他的分泵 本来不打算给他换分泵了 但是呢这个分泵收不回去 可以看到这两个活塞 他这是双活塞式的分泵 有一个活塞收回去了 这个活塞死活收不回去了 但是呢也不得不换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刹刹片只要是磨的快 他分泵肯定是有问题 所以说就顺带着一起换了 这就是太相信自己 连盘连片连刹刹片的 连分泵一起换了 乱七八糟的下来 又得小一千块钱了 所以说修车这东西啊 发现问题了 还得及时去弄 要不然真正等说是出现问题了 真正像这种高速上刹不住了 像他这个多危险呢 他自己都害怕 所以说切记 不是那种 因为大家看这种高速上刹市 都会遇到 你是不是想下刹市 那种高速上刹市 你是不是想下刹市 还没想到 你是不是想下刹市